歡迎收看哈蟲PayTube 我是哈蟲之人男神 南邊 哥登奇拉姆 今天 哥登奇拉姆主廚 來教大家怎麼樣做一個雙生的晚宴 然後給我們心裡的小寶貝 今天有個加菜的機會 那今天的菜單呢 就是我們的香品養生黃金豬 來我來介紹一下我們的食材 首先是我們的南瓜 主菜今天選購的是我們的豬肉的 里肌肉 白飯 豆苗 還有我們的甜椒 最後的食材呢 是我們的蘋果 我必須要特別介紹一下甜椒這個食材 甜椒這個食材呢 它可以強健法 跟不管是對狗狗 或是對男人 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食材哦 我都有點想吃了呢 你呢 好那我們現在來 又是要開始噴燃我們的食材了 噴燃食材第一個最重要的重點是什麼呢 切菜 是環境維生 所以像我們這麼藏法呢 一定要注意 不要有黃線的錄下 OK 應該是乾淨了 那接下來就是開始 首先是切菜的部分 幫我們切 南瓜的話呢就用剛剛的手法 跟隨著火一起把這樣子切成冰狀 首先我們第二個步驟呢 就是加我們的乾燥油 第二個步驟 就是放入我們的雞肉 其實是比較 相對於牛羊是比較多寄生蟲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讓它獨熟 那才不會殘害就是 家裡少寶貝吃生蟹 來稍微把飯炒一下 接下來再放入粉蘭瓜 那接下來讓我割山其拉木 來修一下爵士的翻鍋技巧 電池爐上是沒有火的 所以做這樣的翻鍋技巧 一點幫助都沒有 我只是在耍帥 是不是很沒有FU呢 好 在我們 在我們修過我們的翻鍋技巧之後 最後 我們把我們的蘋果 放進去 再拌炒一下 那現在我是開最大的火 來 那我們這邊讓我們的蘋果 這邊煮一下 其實在幫毛孩做菜呢 並不是那麼的建議呢 使用炒的啊或是烤的方式 那除非像我們一樣也加入了一樣的水 那要不然也是建議用低火的方式 對不對 原因是因為烤的或炒的 容易會產生一個美辣反應 那其實美辣反應對很多廚師來說 是一個非常美味的藥素 但是對毛孩來說呢 則是自來的一個風險哦 建議我們如果要用炒的或烤的 使用低溫烘焙 要不然我們在製作毛孩的餐點的時候 可以用蒸的或是水灼哦 那接下來等我們的水稍微乾一點 其實就可以上桌準備擺盤了 好 那在我們水這邊吸的差不多 其實火已經可以關掉了 那我們做個簡單的擺盤 首先是我們的白飯 這樣子 那接下來再放入我們的甜椒 最後呢 拿出一兩個 豆芽做點綴 是不是非常簡單呢 真的非常簡單 到底下來了 簡簡單的三分鐘 我們就為我們的清乾小寶貝 做出了這麼精美的料理 如果喜歡我們的哈蟲P2 歡迎到我們的粉絲專頁 按讚、分享、加訂閱哦 那會不會很期待我們下次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播出的 深夜食堂呢 請在我們這支影片 多幫我集氣 那我們就會有下次的機會開拍哦 謝謝大家